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事有度 只要你想去做这件事情 你一定自己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度 我今天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今天这件事情我要去做 如果不成功了 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把它停止 实际上就是随缘 当一个人去追求那些得不到的东西 当一些人去追求那些明明得不到 还拼命想去得到的东西 那你就伴随着痛苦 所以希望大家一切适可而止 我们这位德国的一个朋友正在同步翻译 所以适可而止 就是适中 做到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把它停掉 这就是叫适中